一个说明题,7座MPV 你会让你爸妈还是岳父岳母做第三排呢? 如果有这样的第三排 你真的不用再纠结了 你看4月份的MPV效量版 除了50红光以外 其余都是中大型的MPV 所以群众的眼光告诉我们 买MPV就应该买大不买小 因为我们都希望一台MPV有里有面 宜家又宜商 只要尺寸够大 它的气场和空间才有保证 今天就大家看一台全新的中大型MPV 一气奔腾M9 明智驾M9意图很明显 就需要告诉你 它比同期那些明智带8的MPV都要大 车长接近5米3 车宽2米 也就是面积10个平方 四舍五右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单间了 这车两个配置 低配23万高配25万 相比起竞品的配置表 大大降低了得选择困难症 和老花近视眼的风险 如果你觉得它卖贵了 想一下它同平台的红旗HQ9 卖35万起 一样的尺寸便宜了10万 这样看性价比会不会高一些呢 接下来我会以家用和商务的角度来评测一下 这台奔腾M9 首先大家作为家用MPV最关心的点 就是它的地台高度够不够低 官方说它这个踏板泥地的高度是378毫米 比GL8和M8都要低那么一点点 然后这里上车有一个扶手 老人家和小朋友上车就更加的方便 上来以后我们把座椅调到最后 这个空间不用我量了吧 有一个电动的腿托 还有三档的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 配置已经给你配满了 有网友就问了 那如果我第三排要做人怎么办呢 前面是我的驾驶座姿 调到刚好第二排可以 翘二郎腿的一个程度 看一下第三排的表现怎么样 你看中间这个过道呢还比较宽的 所以进出比较方便 然后坐进来以后 依然是可以翘二郎腿的 同级来说前排后排都有这个空间表现的话 真的没几个 然后这个第三排的坐垫是足够长 囤点也很高 完全不会有小板凳憋屈的感觉 要吐槽一下的就是 除了后排这里有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有个杯架以外呢 是没有任何的充电的接口的 要知道作为一台家用的MPV 可能你的岳父岳母 父母坐这里刷抖音的时候 要充一下电你充不了 还有就是商用的角度 通常都是秘书坐这里 给前排的老板汇报的嘛 那这时候他想充电都充不了 那就很尴尬 作为一台七座的MPV 他第三排的中间是没有给到你一个头枕的 所以对于中间乘客的一个头部的保护就没那么好了 再去看一下后备箱的空间 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 奔腾M9大便活人 可以看到在常规的容积下 这个后备箱的容积是非常够用的 你说放小孩的一些自行车啊 大家来一起讲个放老人的轮椅都是可以装得下的 还有这个后备箱呢 它可以扩展空间 把座椅翻折起来以后呢 可以扩展到1670多寸的一个容积 所以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在同级来说 无论商用家用都非常的够用了 然后有网友就问了 为什么不做奥德赛赛那种 可以隐藏到地台下面的呢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你的座椅的厚度会有一定的牺牲 还有就是如果翻折起来以后 锚点会更加的向前 这样的话就会侵占到第三排的一个空间的 奔腾M9的后排呢 已经全部给你贴上了隐私玻璃 所以你就可以省去一笔贴膜的费用了 如果你的司机说要帮他贴膜的话 证明他要打斧头了 还有就是奔腾M9呢 只是右边是电动的车滑门 这边是手动的 如果见到老板要下车 就赶紧下车给他开门了 有一个比较大的天窗 开口面积还挺大的 这样你就可以指着上面的高楼跟老板说 强哥你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强盛大厦了 一看到奔腾M9这个司机位呢 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为司机设计的 首先他这个座椅呢是手动调节的 我觉得对于驾驶员的待遇真的有所下降 然后坐上来以后呢 你会发现驾驶员这里到前排玻璃的位置 这个中控台真的很长很长 长过太平洋了 还有这里呢有一个小的三角窗 可以适当减少一些视觉的盲区 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扶手箱 这里背架还有一个给你放钱包 这边还有一个给你放高速的发票 无线充电的面板 一排实体的空调按键 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不用再小度小度 我有点冷嘛 因为这样如果被老板听到就不太好了 你自己静悄悄的去按一下就好了嘛 然后这台车呢要吐槽一下 就是他只有一个倒车影像 没有360的环影了 对于这么大的一台5米3车长2米宽的MPV来说 如果新手开真的有点吃力 必须老司机来看 12.3英寸的中控屏 有在线的音乐 在线的电台 还有在线的导航 唯独有点小缺憾就是没有在线的视频 要知道作为一台MPV 如果这个屏幕上可以拨点宝宝巴士啊 汪汪队啊 直接可以降低你车里面小孩的分贝量 好了老司机要上线了 我们把车开起来看看效果如何 这台奔腾M9呢开起来的动态感受呢 一个字总结是稳 它2.0T加8AT爱信变速箱 还有一个48V的轻混系统 所以整套动力系统开起来呢 是比较轻快的 比较轻松 不会说一个2.2吨的车子 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而且我现在呢是满载6人的情况下 也不会说很吃力 这套动力呢 它的0-100加速可以做到8.9秒的 所以整个加速表现还挺不错的 有了48V以后像现在等红绿灯 它就可以节省一些怠速的油耗了 然后这台车它官方给的数据是 WLTC的油耗是8.8升每百公里 然后今天我们试驾在市区兜了一串 然后又跑了一些山路的部分 现在的表现油耗是9.8升每百公里 对于这么一台接近5米3的车长 2吨2车重的MPV来说 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非常OK了 现在是一个双向的试车道 我们拿一个吊头 打满 勉强是可以通过的 所以它的转弯半径不算特别的大 底盘部分也是挺稳的 大家开过GL8的同学都知道 GL8开起来是比较佛的 开起来整个车身的动作呢 就像开船一样 如果我形容GL8它就像带着一个厨房的隔热手套的话呢 那这台奔腾M9就像带着一个皮质的手套 来的会更有质感更扎实一点的 因为它的一个底盘的支撑性会做得更好 经过一些大的抛跳的路面子的时候呢也能够拉得住 然后一些细碎的震动它有一个60扁平底的轮胎也能帮你过滤了一层 车身的姿态也是控制的不错的 你在摆方向的时候 左右转动的时候整个车身姿态不会说很拖它 但是也要注意一点 因为你是一台MPV你载着一家人嘛 所以你的动作要来的更温柔一些 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就是呢 这台车呢没有配备一个LA7的辅助驾驶系统 只有定速巡航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台车呢会更适合老司机来开 因为老司机身经百战我有一个定速巡航 放松一下双脚就可以了嘛 但是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呢 我觉得后期可以再加一个戴L2的版本呢 对于它们来说会更加轻松一些 然后大家最关心的一台MPV的隔音的部分呢 我觉得除了化妆机的声浪会来得更明显一些的话 其余像底盘的路罩啊还有风罩都抑制的非常不错 第一排跟第三排沟通都是比较轻松的 我现在试一下喊话后排的公关小姐姐 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所以整个沟通的过程还是比较轻松的 不会说第一排跟第三排讲话要靠吼的那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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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